三个方法拆穿谎言 第一 要看他的 说话前后是不是统一 比如如果他一下跟你说 哇他碰到一个女朋友 他好喜欢特别喜欢 然后过一会又说 哦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我想找个女朋友 那如果这种说话前后不一 那就是有问题 就是谎言 还有一个要看他的言情的差别 比如说如果他口口声声说 喜欢你爱你 但是呢不接电话 几天人的消失 那这个就是说话和行动 不统一 还有就是观察他的动机 你要看他 到底是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和一个人交往 平时呢他不联系你 只要呢一有事就找你 或者一缺钱就打电话给你 联系你 这样你就知道他的动机不存 他不是真心的 他只是想利用你 学会了吗 小红书 小红书 corr去的 都 也要有 可是再次 都